我们刚刚转完白金汉宫了 这白金汉宫大家来看的主要是换港 这换港主要分为步兵和骑兵 那到底这个步兵啊怎么分辨呢 因为皇家这个卫队啊有五个团步兵里边 那怎么分辨呢 这儿英国人啊为了让大家弄得清楚 这儿做了一图片 来注意看脑袋上没羽毛的 那就是皇家步兵式的苏格兰团 脑袋上带白羽毛的叫做什么呢 制弹团脑袋上有红羽毛的叫冷溪团 脑袋上有蓝羽毛的叫爱尔兰团 还记得说过威尔士的标志是九通吗 脑袋上有绿有白的像九通一样的 就是威尔士团 这五个团呢非常好玩 都是皇家的禁卫步兵 但是这两个之间就有故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制弹团一直是皇家亲卫军 跟着查理二世最近 所以呢他们号称自己是陆军的 第一个保卫王室的号称陆军里边是第一 但是这个冷溪团 他们呢建立的时间呢比制弹团要早 所以呢他们呢也不认为自己是第二 一般阅兵的时候呢 这些部队站到这儿啊 用中间是别的团队 两边是制弹和冷溪 一个打的牌子叫永远是第一 另一个打的牌子叫我不是第二 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 什么意思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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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